好消息传来,中国在封装光刻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对于中国光刻机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知道,自美国宣布与中国打贸易战以来,技术封锁成为美国遏制中国进步的手段,尤其是在芯片领域,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围剿。 一方面,美国限制高性能芯片出口到中国,像华为等中国企业就受到了芯片禁令的困扰。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中国自行制备高性能芯片,美国也不允许荷兰阿斯曼尔公司向中国出口尖端光刻机,中国又将如何改变局面呢? 近日,有消息称,上海微电子制造出的中国首台3D先进封装光刻机已经正式交付客户,这标志着中国在先进封装光刻机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据悉,先进封装光刻机是上海微电子的主打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排名第一,此次发运的产品是新一代的先进封装光刻机。 主要应用于高端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和高端AI芯片等高密度易购集成领域,可满足3D超大芯片尺寸的先封装应用需求。 这也代表了行业同类产品的最高水平,那么什么是封装光刻机有何作用? 封装光刻机和我们常常听到的EUV、DUV光刻机是不一样的,这种封装光刻机主要是用于封装工艺,而EUV、DUV光刻机是用于芯片的光刻。 虽然说封装光刻机不如高端光刻机重要,但是封装工艺芯片生产中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因为给芯片封装能够降低芯片的功耗,能够提升芯片的性能,对于芯片生产至关重要。 它主要的操作原理就是把时刻好的硅芯片转化为可以使用的芯片,且设计结构越是先进的芯片,对于封装的精确度要求也越高。 在西面制作工艺已经快接近极限的情况下,如果你想去提高芯片结构,去提高芯片性能的话,那么就需要有封装光刻机的支持。 此次上海微电子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封装光刻机,这对于中国实现光刻机国产化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在光刻机领域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因此,在此之前,中国的芯片封装使用的封装光刻机都是国外生产的,因此在芯片的生产过程中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这对于中国光刻机的发展来说是极大的不利。 因此,随着中国自主研发的国产封装光刻机的成功交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轻了中国对国外封装光刻机的依赖,大大促进中国光刻机走向独立自主的研制步伐。 对于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进步和发展也有巨大的帮助,虽然上海微电子公司此次正式交付的只是封装光刻机,还不是核心的芯片生产光刻机,但是随着中国封装光刻机的成功交付,也意味着中国在芯片、厚道、设备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使得西方国家无法在先进的封装设备上去卡中国脖子了,这对于中国光刻机的发展也有了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此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垄断和技术封锁,因此,中国的光刻机发展一直也是受到很大的制约和限制,这也使得国产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因为光刻机技术的制约而受到种种限制。 因此,也是使得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处于很艰难的发展境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中国并不惧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这反而是加大了中国突破美国技术封锁的决心和动力。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国科学家在经过近7年坚朴卓绝的攻关,使得中国的超分辨光刻装备研制项目通过验收。 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世界上首台分辨力最高的紫外超分辨光刻设备,而且,中国的这台光刻机设备使用波长更长,更普通的紫外光,这也意味着中国国产光刻机使用低成本光源,实现了更高分辨力的光刻。 这也是中国在光刻机上取得的重大突破,虽然中国目前还无法制造出高端光刻机,但是中国的光刻机研发之路一直在进行着。 虽然中国只能独立研发制造出28纳米制程的光刻机,和国际上的7纳米制程比起来还落后不少,但是也已经列入终端光刻机的行列,并且在光刻机的发展上也有着一席之地。 随着中国光刻机的迅猛发展,这也使得西方感到了压力和威胁,这也使得他们开始想各种办法来阻碍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从此前的对中国禁售光刻机,到后面的向中国大量出口光刻机,企图以此来占领中国市场,并想对中国光刻机的发展产生巨大冲击,阻碍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并且,也想抓住中国光刻机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中国采取高价勒索、低价倾销的策略,和采取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政策,从而大肆地挤压中国国产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也大大限制了中国光刻机的向前发展。 这对于他们来说,既可以让大量光刻机进入中国,冷断中国市场,使得中国国内的多家科技企业可以轻松地购买到光刻机,又可以帮助他们清理库存,从而影响中国国内科技企业在光刻机领域的发展。 打乱中国的自主研发步伐,使得中国光刻机技术一直在他们的压迫和封锁之下,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还真的是两全其美,但是中国肯定不会再上这样的档,反而是会更加的警惕。 坚持走自主研发道路,研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刻机,而且在光刻机生产的各个领域上都能够实现独立自主,不再依赖西方国家。 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积极地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压迫,加快自主研发进程,从而可以实现自己独立发展,不再受西方国家的制约,真正实现独立自主。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发展的动力,能够助力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现在中国正朝着光刻机国产化的目标不断努力前进,并且不会停止继续前进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不断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直到最终实现中国光刻机的独立自主,生产出属于自己的高端芯片光刻机,可以完全突破西方国家的卡脖子,完全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从而可以占领更大的光刻机市场。 因此,随着中国首台国产高端先进封装光刻机不仅正式落地,而且还实现了成功交付。 这无疑是中国光刻机在国产化上取得的重大成绩和突破。 这样的突破,也验证了尼光南院士此前说过的一句话,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换不来的,我们应该要放弃幻想,应该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不断实现巨大突破。 中国就是在不断地取得突破的,因为西方国家越是对中国采取科技封锁和压迫,中国就会变得越强大,因为反而加强了中国突破科技封锁的决心和动力。 虽然中国目前的高端光刻机技术与国际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当时中国的封装光刻机已经处于世界发展的潜力,且在世界上将占有较大市场,相信中国未来在光刻机技术的发展上完全是可以期待的。